基隆佳福中心舉行歲末聯歡會 今年216位義工接受表揚 現場貴賓雲集 各自準備禮物前來 磨出獎品 全場氣氛超嗨 佳福中心 出租的小朋友 需要很多的人力資源 那很需要基隆的鄉親 加入義工的團隊 關心我們的下一代 關心我們基隆的小朋友們 所有的義工 你們這些都在基工 利用你們休息的時間 然後來參與我們 加福中心的這樣義工團隊 真的是非常佩服 這代表我們加福中心 經驗的傳承 以及愛的延續 有加福中心快樂的同仁 我們義務的志工朋友 才會讓我們基隆 每個家庭是溫暖 我們每個孩童都是快樂的 在百人義工當中 有人一稱就是20年 很多義工因為結婚生小孩 要照顧家庭而離開 最後又再回來 精神令人敬佩 我們在這邊就是看到 有一些比較弱勢啊 貧苦的小朋友 像我們也有 每個固定都有辦那個下令 那老師他們都很辛苦的 去募集那個資金 其實在這邊很開心 就是我原本就是一個很內向 然後來這邊就交到很多好朋友 那我們就是大家一起去玩 像我們參加20年 有些朋友都已經結婚了 雖然他們已經結婚了 可是他們對中心就是 活動都是還很認真的參與 我們都會很開心 都會很認真的追尋的 家福中心今天舉辦 義工的受贈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今年度的義工 大概有216名 那其實現在呢 我們還十分的缺乏義工 尤其我們在推展 課業輔導的這個服務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社會大眾 如果你有興趣要投入這個 兒童的這個服務的工作 歡迎跟家福中心聯絡 我們每個禮拜六都很需要很多 客服義工來幫忙 幫忙我們這些弱勢的孩子 提升他們的學業能力 家福中心 歡迎有能力的市民朋友 加入家福義工這個大家庭 一起來幫助需要幫助的孩子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